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条是怎么办 其实是跟两个有些人最丁 所引起的这一连串的争议 那其中包括到前几天 上个星期 那以行为有刑法违法的名义 逮捕曾经抗议的什么 包括陈利利老师在内 甚至是移送地检署 那这样的感觉到 现在其实是给我们很多 平均很关心 是我们高雄市会变成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高雄市 是我们台北民主文章 很多地方的地方 那大家如果有印象 或者是没听过的 上网去Google 桥头事件 这四个是在台北民主文章上 跳出来的第一张照片 我们会看到19个人 他们当年不过禁忌 那么走上街口 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那你会看到照片 前面拿着布条 反对政治迫害 左手边的那位女士 右手边是陈婉哲女士 左手边就是陈婉哲女士 所以现在高雄市的市场 那这段的发展 会有我们感觉 我们如果高雄民主党 三四十年来的 我们发展到现在 是不是有些问题 我们可以来探討 可以说 我们对民主包括 对机会游行 言论自由 甚至对当时的发展 我们实际上可以有更多的关锁 人员的关锁 来探討在这里 那么今天的城市 分三点 第一点 我们为什么这次 其实不是刚才 人和高雄人 那些人 人员要担心街头 表达自己的 结果是受了 产生这些事情 那么我们要去民主 那么包括 这个高雄市 我们好不容易 在EQ9半年 我们 把国际动物等于 的东西结束 那么发展到现在 那么 这个 这个 对于人员的 极力游行 权利的保障 这个部分 我们的看法 或者说 有一些回顾 这个大概是第一个 我们会去谈的事情 在这个月 这个月 的那个 4号 差不多8点的时候吧 大概有八九位移众 在那个 到市场官邸 的对面 搜紙的部分 就是人行道上 在人行道这边 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说 对面的官邸 这是在坎权路啦 在坎权路 大家知道很大一条 这 当时有大概 有八九位民众 集结在 在对面 其实 对面很大 可是 大家知道 其实还原现场 只有这八九位民众 在对面 其他 大家在庶民下地方 没有一些 当地里长派的民众 所以这 问题来了 呃 当凭这几位民众 在那边集结 是不是能够 符合法律上 所规定的 集会游行法 集会游行的了解 以及 为什么 同时有几位 已长派的民众 在附近 也在集结 那是不是 他们也 违反了集会游行法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 好 大家早上 早上这八 在七点半的时候 路区集结在对面 可以看到 大概是这几个人 还有其中 还包括一些制服原警 以及便补原警 大家注意一下时间 在七点半的时候 他们开始 警方的努力 开始已经 復许在现场 然后在八点 第一次取牌行到 八点十一分 第二次取牌 第二次取牌 取到 然后八点二十二分的时候 第三次取牌 取到 通常呢 在集会游行事件的时候 警方的取牌都已三次 大概都是三次 那这一场也是很 很不例外的 很不例外的 一样 警方取牌三次以后 就开始抓了 好 可以先看一下 刚才现场的照片 好 中间那个戴口罩的 就是那个陈老师 然后旁边 制服原警 然后前面 这一位不认识的名字 或者是 对服原警 不知道 总之就是 四位 四位 原警把 支 穿住来围住 然后把它押上 主车 后来 以机会而轻把 整老师送办 好 就看到 这个都是 后来在现场画面 左边 上面那个 突出来的建筑物 就是那个 市场关底 旁边的那个 好像是某某中心 对不对 好 好 强压带走 好 因为看到这个 穿这个运动外套的 在前面指挥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 便服原警 好 好 把它戴上车 你们又是 紧励把 将人塞 塞入车内 都很好 怎么样 这样有没有听到 有 可以 好 好 好 整件事情 大概是这样 从8点25分 早上8点25分 拜补以后 先送去领养分局 在领养分局 做了比录以后 在下午4点 送到必检除 到5点 莫私 好 整件事情 其实涉及到几点点 来 第一个就是 当他们还在集结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已经成为 集会有行的概念 我们知道三名以上是集会 没错 可是通常你必须要有 共同的意识表达 共同意识表达 而且必须要表达雲外 而不是内心在那边想 警方就可以说 你们就一定是为了什么事情而来 所以当他们在集结的时候 你们看到 那个 左边这张鼓 有一个蓝色的海报 都还没有张开 其实他们并没有发展出任何的意识 虽然 虽然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为了待会 要向整局市场去抗议说 有一些市政政策 或执行面照的不法行为 等等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就法论法 在这个阶段 的确是无法 不成立集会有行 好 所以 警方会用集会有行的事件来处理 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举动 好 我们再看三次举牌的时间 好 通常 警方 关于这个集会有行 到底 解散 不管到底合法不合法 通常要看说 他是不是引导 他的举牌时间 是不是有效能够解散民众 那 这个是不是能够有效解散民众 同时涉及到 钢匙的人数多广 以及 他举牌时间的短暂 那个时间性 间隔距离是不是够长 是不是足以让所有民众都能够窒息 所有在场民众都可以窒息 说 现在警方已经举牌 命令我们解散了 那我们 必须要解散 等等 好 可以看到 他7点半以后 刚刚讲到 8点第一次举牌警告 然后8点10分第二次举牌警告 8点22分第三次举牌警告 这是 每隔10分钟 现在这是警方惯用我的手法 10分钟我举牌一次 那 那 其实不管是人多人少 警方下来都10分钟 那 刚好 这件事是只有八九人集结的 所以他们可能说 诶 警方就会说 我全部都有让他们窒息了 那我的举牌警告是一个合法的作为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 举牌警告到底 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好 因为 来 8点22分的时候 第三次举牌警告 在8点25分的时候 就立刻 开始逮捕现场的聳谋者 我们说聳谋者 这是法律用语 这不是说 那 你却为了 呃 策划什么犯罪 这是法律用语 好 这个现场状况是这样 当大家已经知道说 好 8点22分 举牌三次 我正要离开了 大家已经开始不去再离开的时候 警方突然 左手抓人 那问题就在于说 在一个即将解散的集会游行 即将解散的群众 警方是不是还有这个必要去抓人 所以 这个时间啊 在法律上很容易构成 违法代表的行为 因为警方明知 他 他举牌三次举完了 然后现在他又要 民众已经开始故序的撤离了 甚至 就我刚刚说的 最前提就是 他们连集会游行的状态都还没有达成 那警方 虽然在8点25分的时候 突然下命要逮人 这个 在法律上 的确是违反了 他的执法的比例人者 好 是不是有这个适合性 必要性跟那个 侠义的比例性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会稍作介绍 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怎么 好 对 来 现在最常见的就是 各位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 参加过集会游行的场合 啦 现在 警方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说 呃 会找出一个带头的 带头的 带头的他就用集会游行法来处置他 就说你是手谋 我就要处理两年以下的有行独行等等 我有刑法或是法法的问题 那不是手谋的人呢 其他在旁边的人呢 警方就一开始杀鸡警豪 就是我的意思一向 抓你两个 一样受到警察局 一样做彼路 最后用社会秩序 违无法来处理 各位有听过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违无法这个法律吗 他不是一个刑法 他不会让你有钱 可他会罚缓 他必须要罚你钱 就是警察为主管机关 去对人民做出一个 主罚缓的制裁 一样 这个法律的存在 让警方很好去控制民众 总之 我就先说你违反了什么法律 然后把你抓到警察局来 当场 当场在那边 虽然有八九个 可是一看有人被抓走了 是不是大家开始会一同会上 这就达到警方的目的了 那至于事后怎么样 警方会说事后在处理 手磨的就抓进去 用集会有行法来处理 也就是陈云斌老师 现在所遇到的集会有行法的问题 那不止手磨的 当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位民众 也被抓走了 最后警方 是用社会秩序有法来移送他 来采法他 那采法金额多寡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讲的是说 其实法律很多啊 我们在集会有行的时候 大家 除了有一点意思要表达以外 其实明哲宝这个是 不可豁免的 好 同时 像陈云斌老师现在被抓走了 各位有看到 那个 市政府的新闻稿吗 各位有看到市政府 重发新闻稿吗 说即将新闻撤回 对于那个陈老师的控诉 好 各位如果有 有看新闻稿的话 这个问题就在于说 好 警察机关已经明显知道 他们做的事情是错了 虽然是不是违法 还有待讨论 好 因为到底这些是合法 是违法 通常必须经过法院的判断才知道 好 好 好 来 来 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 那个 警方执法的 执法的行动 通常把你代为警察局以后 就要做笔录 好 做完笔录以后 因为警察机关 他不是一个侦查主体 侦查主体 是地检署 所以警方 必须把你移送到地检署 好 必须把你移送到地检署 所以当有一天 各位如果不幸 有朋友或是本身自己 涉犯了相关的问题 触犯了相关的法律的时候 必须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情 说 欸 现在被移送到地检署 是合法 是正常的程序 所以陈寅彬老師 才会在 四点的时候 被移送地检署 他五点的时候获释 那获释是没有 你交保都没有 好 就是说 到地检署以后 检台官会复训 复训告诉你说 诶 到底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啊 你这些事情 是不是做成犯罪行为啊 好 假官认为这都是小事 或是甚至没事的时候 他就把他迫事 甚至连交保都没有 整件事情 就我们看起来 警方的作为 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到底违反了什么 首先 在 当他们不符合 集会有行法的时候 你就擅自举牌了 擅自举牌 然后进了违反 建成逮捕 因为 当他们 完全 他们还没有违反 集会有行法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违反 是因为 集会有行法 现在是一个现行有效的法律 所以我们才说 当 那个 陈老师他们都还没有 违反集会有行法的时候 警方既然以集会有行法的 規範 举牌三次 命名解战 解证 当举牌三次 但是大家正要解散的时候 向 下命逮人 同时 就等于违反戴骨 剥夺行动自由的部分 也就因此 刚刚到现在 才会 再发一个新闻稿说 行文 避检署要撤回 但是这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动作 因为这个撤回 在法律上 其实是一个无效的行为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集会 集会有行 集会有行 这个是集体 人民集体 意志 人民集体 言论的展现 这个比较重要 刚刚那个 阿弥老师讲的那个枪头事件 陈举就是 完全不依当时候的借与法律行事的人 那个人叫陈举 完全没有依法行政 然后导致桥头事件 那就是一个集会 因为它是一个 严重的集会 根本是破坏戒严法律 破坏人 当时候 三十几年前 当时候的 现有的法律秩序 他严重破坏 可是现在 不要说转型政治 你光一个民主政治的角度 都会认为 他那个桥头事件里面 如果去桥头当地 他现在还有纪念馆 还有八八费 你跟他老先生的一些 缅怀追思的纪念 但是 我要讲的是 人犬是活的 人犬不是死在纪念馆里面 一样 集会流行 的这个自由 它必须是活的 它不能是活化石 它是活生生的人 它现在当高雄市长 执政十年 对于这一种 有可能侵犯到 集会 结社 集会 有幸自由的 这个 你必须 很严肃的认为说 这个是侵犯到最基本 最核心的 言论自由 有一个台样 来思考 因为 民主政治 但是 并不是只有多数诀 只有多数诀的政治 很容易倒向 德国希特勒 他其实是多数执政 然后他认定少数犹太人 不是人 认定共产主义者 不是人 不是德国人 认定这些 流浪的这些波西密亚人 吉普赛不是德国人 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集中影事件 所以那个认定本身就是有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纷争是说 我是多数啊 你是少数啊 人权的 意义就在于 少数人是有言论自由的 因为多数人的言论自由 这个其实不需要保障 因为已经是多数人了 多数人的言论自由 这本来就会 实质上就会得到尊重 就像 选举一样 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多数执政 不管是相对多数还是决政的多数 他一定是多数执政 可是人权的概念 除了多数之外 他很重要的是尊重少数 那尊重少数要怎么开始 就是从言论自由开始 如果个人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 就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那我刚才讲 我们台湾基本上 目前还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 可是你当你言论自由表现一万 而且不是一个人进行的时候 就会进入集会的状态 三人沉重 基本上三人以上的集会 他就是一个集体性的 言论自由的表现 那你要不要保障 集体性的言论自由 如果没有收到保障 那你所谓的保障 保障波斯文的集会 和言论自由的 这一个保障就是假的 就是说 你不允许三人以上的一个和平集会 那你这个怎么会 怎么会是一个尊重 言论自由的国家 或尊重言论自由的城市 那我们以这个事件来论 就很明显了 站在人行道上 表达意见 甚至没有看到麦克风 有什么理由跟道理说 警方要把他解散 然后还要把他强行逮捕 移送到地检署 我认为这一个举措的最主要目的 是要破坏这一个和平的集会 警方的动作不是为了依法行政 刚好相反 他不是为了要依法行政 他是为了破坏集会自由 我只讲警方 然后他移送的车辆也不对 那个车辆到底是什么车 看不出是警车 我要跟各位讲 台湾跟中国最大的不同是 中国的公安警察 他逮捕老百姓是有宪法依据的 中国的公安警察 可以直接逮捕老百姓 不用经过检察官 不用经过法院 但是台湾不是 我们任何对老百姓的拘捕 或者说妨碍他的自由 都要送到地检署 甚至都要送到法院去 这个是我们跟中国大陆 在宪政体制上最大的不同 不然奖研能自由 中国大陆也有原论自由 只要你不违反党的决定都可以 中国大陆也有出版自由 只要你不违反党的意志都可以 中国大陆也有选举 只要你选出党安排的人都可以 那个是真的自由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但一样 集会自由 或者说集会游行的这个自由 这个 纵使不是天赋人权 它也是一个普世价值 国际人权潮流 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 美丽岛事件 就是发生在12月10号的世界人权日 在台湾处于戒严时期 一大堆现在已经是在朝违反 甚至已经退休养老的人 当时候在高雄首开 先离一个和平的夜间的游行 和平的夜间游行 但是有没有依法 当然没有 美丽岛事件有没有依法 当然没有 那当然没有依法的行为 是不是就必然是侵害人权行为 反而刚好相反 政府要依法 来取缔这样的一个机会 反而是侵害人权 同样的 今天陈明彬老师 这个事件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说 行政机关 尤其是警察单位 他们往往为了 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然后采取把机会过外的行为 因为我要讲这个是之前 我记得大概是两年前 那时候市府小内阁 要拍照 在拍照之前的十几天内 中央公园那边的 雇数团体的人 他们在市政府门口和平静坐 那一天遭到清场 啊其实清场的目的很简单 根本他要破坏你这个小小的机会 然后你人数也很少 那目的是为了让小内阁 市府小内阁要拍毕业照 那我再猜啦 11月4号当天 如果以我所知的程局 根本好像不在关底 今天如果说你是因为 但为了让程局市长 早点离开 安全离开关底 所以你要采取一些强制作为 来排除 这样的一个 看起来 应该戴口罩应该很安静啦 戴口罩很安静的一个 还没有成型的机会 我觉得你起码还有一点点理由 可是我知道那天好像 程局市长不在台湾吗 我如果从脸书比对的话 他好像站在首尔 还是在哪里 那警方完全四处五米 而且同时间 有一个里长 也在那边集会 那警方是不是大小眼 你是看到里长就没违反 那看到八岁就有违反吗 我觉得警方只有这个 这个执法的部分 我是认为严重的偏差 那刚刚阿弥老师一开始讲到 2008年的野草莓事件的时候 在中央公园的沙咖旁边 那些学生在那边集会的时候 有没有受到警方的感染 为什么没有 你是看说 这个野草莓学育可能是翻马英九的 所以我给你优厚的集会 集会自由的保障 那你看这个是反程局的 就给你不优惠的保障 这个不是双重标准 什么是双重标准 那我现在讲的是警方 因为动手是警方 那我拿去从警方讲 因为警方也不要穿乌乌 因为到时候有事情 人的连力有事 这个可能举一个例子 东德 东德卫兵 因为对那个 柏林伟长逃出去的人 开枪把人家打死 事后两德统一之后 机翼转行政 要追究这个东德卫兵的责任 他说我是依照命令啊 然后你要德国法官怎么讲 你依照命令你要开枪没有错 但是你可以瞄不准 就是作为一个人 你不应该这样开枪把人家打死 你瞄不准 是你的义务 瞄不准就表示你 依法就是为了杀人 你不要把责任都全部看头好丁堂 所以一样 警方在做这样的一个 可能很大争议的执法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你的上司会帮你背书啦 所以才会有那种移送输出具又撤毁的情形 所以我这边也是奉献说 我们的执法当然你要小心 当你成为那一个功德卫兵的时候 那个下命令的人 尤其跨台人 尤其他也不负责任 但是你在执行这个侵犯 如果可能是侵犯人权的指令的时候 转型正会是可以追究的啦 转型这次没有时效的 30天都还可以追究 我跟各位保证 只要大家还念自在一起 为了转型正义 没有说30年后不能追究的 德国在反省他们 其他那个时代的那些不正义 他们到现在在追究 而且没有时效的 这只要法律通过就可以了 所以一样 如果我们要追究转型正义 不会说30年前 免疫朗事件被破坏的这个事情 才叫转型正义 现在当下被破坏的就不是转型 没有这回事啦 转型正义是没有时效的 转型正义是没有延线的 只要有不正义继续存在 这个追究转型正义的 这个不正义的筷子手也好 或者说这个不正义的 这个功德卫兵也好 你还是有法律责任 因为你侵犯的人群 就我刚刚讲的 你依命令 也许你应该怎么样 但是法律 柯语每一个人 你都要注重所谓的人性尊严 每一个被你侵犯的人 他都是有人性尊严的 所以如果你是自发者 你可以能不足 你可以说 啊应该 陈老师才怕我扛不动他 所以让他在那边拖待了 你认为这个理由不好吗 因为如果太大可怕 每个人都会闪躲 你不一定要采取所谓破坏 集会的手段 一样可以达到你维护 所谓官邸安全也好 或附近周边交通也好 因为用妨碍交通是最离谱的 你把人从这些行道带到 带到那个侧道 这本身就在妨碍交通啊 所以你呢 采取的手段跟你这个目的 根本就是显不相当 所以我说 我才会说这一个事件 从头到头 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破坏集会 为了破坏集会 所以伤害人家的人生 甚至有 为了破坏机会 所以对交通安全造成了 更大的伤害 因为人家原来是在人行道 而且凯旋路也在行道 不会伤害你一年 可不可以说 凯旋路也在行道 诶 很少人在通行 反正要车道很危险 把人推到车道是危险的动作 所以警方也很简单的 这一个动作是很有问题的 那我为什么想到警方来 过人主要过人当 因为陈局是在 他可以说他人在海关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刚刚讲的 那东德卫兵的故事就是 你不能因为说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开枪你就完全没有责任 如果可以追究到责任的话 以及在都岛上 甚至高雄的警方 高雄的市政府 还是没有人权观念 我跟各位讲 没有人权观念的依法行政就是保证 再讲第二遍 没有人权观念的依法行政就是保证 中国从古代就有法律 但是不保障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还有法律 所以香港的民选的市员 因为宣誓不庄严 被取消议员资格 所以依法行政必须 确保人权保障人权为前提 再讲第三遍 没有人权观念的依法行政就是保证 我在这边负责任的讲 我不管你是哪一党 只要你没有人权的观念 你的依法行政就是保证 大家三十年后再来解验 都还来得及 因为转型正义 我刚才讲没有实效 以上跟大家分享就是 集会结社游行的这个自由 是个人言论自由的集体保障 因为大家有意见要表达 个别的表达 没有办法影响社会大众 所以才需要集会 所以集会 破坏集会自由就是破坏言论自由 依法行政来破坏集会自由 跟言论自由 除非我刚刚讲的 他必须有经过非常严格的检验 不然就是暴政的开始 在哪一个地方的老百姓 都应该要特别留意 不管用什么名義 用多数啦 为了移居啦 为了社会发展 为了竞争力啦 所以侵犯人权 这个大家都时时刻刻要去 提醒 所以我今天愿意站出来 在这个蒋南面 民意支持度还很高 民调支持度还很高 受欢迎动力还很高的时候 我们就要提醒他 不要变成希特勒 因为在座每一个都有可能 变成希特勒眼中的少数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少数 当你意见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是那个少数 所以认权的可贵是在保障 那一个意见跟人家不一样的少数 而不是多数 因为多数可能有可能 因为手段的不正确更容易变成罢 这个城市啊 不管是自由民主 都是许多的前辈 这样争取的 然后 现在的民主状态 如果持续下去 让人家很担心说 那告诉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 人民如何表达 对于公共事务的因子 那如果是符合执政者 价值取向 或者在政策方向支持不同 你好像可以做相关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有异议者 那你好像就会面临像这样粗暴的执法 那我 我稍微跟大家分享的问题 比较不是像这样 今天刚刚提到那个 这一类的这种集会的事情 反而是要想说 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台北开始的会 在行政院前面 在立法院前面 在总统母前面 如果照那一天 陈明明老师 从7点都去 然后8点 就被举台3次 那几乎我们现在在座有一些台北 我们常常在开记者会的朋友 大概所有事情 通通不用办 每一件事情 大概每一个记者会都开不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执法的标准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说 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高雄市有 常常办那个反合游行 在座应该很多人都参加 那从2011年开始 我们持续都在那个凹子底 就是那个地方办游行 那一开始 其实我们一直碰到很大的阻然 就是说 养工处就一直不准我们在那个 那个 人行道跟公园的地方 就是不许我们的群众 踏入到公园的地方 然后 第一次办游行的时候 他甚至 那个调挂来那个巨马 就排在人行道上 然后接着呢 还拉线出来 就不准群众跨入到 那个凹子底公园的地方去 我们分别在2011年一直办到2015年 养工处都一样 就是挂了那个绳子 不准民众参与 但是 2011年同年底 就是总统大写 总统大写所有的群众 通通溢出来 通通到凹子底公园 警方一句话也没有 哪有什么知法 2016年 大家如果看到凹子底公园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 小英跟 那个寡妈的头像 娃娃 就放在公园里面 有个装饰的艺术 还有个棚子 就搭在凹子底公园里面 我还有拍照起来 那 这个是什么指导调整 就是说我们对自己人 我感觉是民党对自己人 要办的事情 都没事 标准都很宽松 但是民间团体要办的 这一类的参与公共事务 关心公共事务的 这一类的集会游行 反而碰到各式各样的阻难 但是比起来 反而游行 还算是在高雄市 办理游行活动 相对顺利 比如说我们曾经 申请在文化中心的门口桌心 或者我们去年游行 走到国务 这些还算是 但是我们发现说 其实高雄是非常多的公共空间 我们在尝试要找地方 可以办 这些游行集会的时候 都碰到不大的困难 公园如果不能去 那请问人民可以在哪边集会 只能在 最后我们其实就是在自胜道路上 但是其实最适合 职位游行的场合是什么 你就是要给市政府压力 就是市政府广场 就是应该开放给市政府压力 就是议会 就是所有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本来就是要开放群众 给政府压力 昨天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知道 韩国警方开放哪里 让韩国人民可以职位游行 清华台禁区 以前他们就只能在那个什么 光华门那个地方 在外面离清华台的 越来越来越的地方 集会有 集会啊 但是昨天晚上开放清华台的 禁区区 让人民可以靠近 为什么要开放清华台的禁区区 因为要让人民的声音 让胡锦惠知道 听到 所以最重要是要靠近 有权力者的中心 让他听到声音 这是人民集会的权力 否则人民如何给这些 就是 就是 但用权力的这个 主政者的压力 所以 如果人民没有这种 集会游行的权力 意味着 人民也没有 能够改变 没有改变 没有能力 去改变这种 就是 違法滥权的这种行为 你人民没有 没有能力去制止他 没有能力去把这个声音 传递到 这些人的声音当中 在耳朵里面 所以我觉得 这项学历是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再次看到 陈明明老师 这样子被粗暴的 这个拘捕事件 我们认为 市人民应该站出来 好好地讨论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期待 高校市政府真的要深切检讨 所以他的 新闻考里面有 谈到这个深切检讨 但在深切检讨里面 我个人会认为 不只是检讨陈明明老师 这个被粗暴的执法事件 还有包括日常的人民在高雄市 要表达公共事务权利的 所有警方的执法行为 以及 人民一直在诉求呢 就是公共事务的 资讯的公开 还有民众参与管道的这些设计 还有当有重大争议的时候 是不是有足够的民主协商机制 这是我们关切的这些课题 就是我们希望 透过更多人的欢心 可以让市政府愿意坐下来 好好跟着你三皇子的问题